我们玩游戏对视 谁先笑谁就输了 甘旺欣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不太好吧 为什么不太好呢 因为 来 坐我们中间 明天晚上一起吃个饭 这她也要去了 是吗 为什么我不能去 你是谁我都不认识你这样 甘旺欣再也不想来了 甘旺如果有个女生这样对你 你会怎么样 我不要 各位男生们 这女生最长的时间是多久 两三年肯定有 两年 然后呢 第一次听到你朋友之外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二中午十二点 遵享plus版 更多微波精彩内容等你来解锁 花青香茶 欣慰非你莫属 本节目由康师傅茉莉茶 独家冠名播出 加速肌肤维稳微循环 本节目由自身堂第三代 红腰子精华赞助播出 上小芒社区互动 千元礼包让你心动 本节目由小芒APP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三星手机赞助播出 普兰图21 粉样柔情 一见清新 本节目由普兰图21赞助播出 你脱单 我买单 地球人都在逛 本节目由TopToy全球潮玩集合赞助播出 婚纱照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本节目由博学旅拍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 正式介绍今天我们的主题之前 先问各位一些小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比如说 刚望星同学现在正在看手机 你就在看手机 你看什么 给我看看 干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就会这样的习惯性的 他是不是还会 拿他的头挡住你的脸 那也太过分了吧 没有 我有这样的朋友 那怎么样 你演示一下 我再看 你的朋友会怎么样 这个也太夸张 虽然关系很好 但是 虽然我看不到手机 搞什么 你们遇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会怎么想 我就特地弄了一个那种防偷窥的膜 没有吗 偷窥皮 偷窥皮 哪件是防窥膜 它是偷窥皮 专门应对你的防窥膜 你有防窥膜 我有偷窥皮 偷窥皮 是不是 听说发展不错 还好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没 有没有买房 没 有没有买车 没有 隔壁你小时候一块玩的哥哥 现在已经人家孩子都可大了 可以生三胎了 三胎怎么还没生呢 我觉得开放新的内心是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不舒服的经历 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边界 是 我们很不喜欢别人越界 那也会要求自己不给别人去添麻烦 甚至我们可以标榜说不打扰会是一种美德呢吗 问题来了 在亲密关系当中 不打扰也算是一种美德吗 今天的不通不通恋爱演习社专门准备了四个 就是在这种边缘疯狂试探的短片 好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短片 高远大三计算机器学生 与周策顾沙沈青是大学同学 高远和沈青互有好感 苦于不知道如何将关系更一步拉近 于是高远通过社交软件和沈青闺蜜顾沙的助攻 创造了一场看似偶然的约会 我发现你真挺厉害的 沈青坚来学习你就知道 她和顾沙是一个寝室 我拜托顾沙了 把顾沙都给收买了 她什么时候去哪全跟你说了 我跟她是兄弟 我跟她是兄弟 这个真的好笑 这个真的好笑 我发现你真是为了追一个女生 无所不用其极 怎么跟那种小女生说 小女生 你喜欢一个女孩 你不想多了解她吗 想知道她喜欢什么 然后投其所好 也能让她喜欢我 就这么简单 有问题吗 你这个语气不太好 听不说沈青之前的事吗 她前男友为她痴狂 你从事都能说 我都不在意 但是我就希望你不要说 关于她前男友的事情 和她之前的那些事情 都是八卦 你要听沈青她讲的什么 不要听别人讲 好 我们到了 别说露相啊 我说你为什么问我今天 沈青穿什么呢 你可以啊 情侣装长挺齐 你对沈青可真上心 什么时候能对朋友 也这么上心 麻烦我 你倒是好意思得很 这么强啊 哪里是情侣装 在哪里是情侣装 都是白色 确实蛮巧的 对啊 你们蛮巧的 要不然就一起呗 来 好 你坐这边 那说真的 头一会见你这么穿啊 偶尔是不一样的风格嘛 今天 挺好看的 挺有今天 要不然我们点点喝的吃的 再学呗 嗯 你好 你看一下 看你想吃什么 嗯 我猜你想吃知识蛋糕 草莓奶昔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知识蛋糕 我是魔术师 我会读心事 可能是心有灵犀 那是因为你在社交平台上发过 我当然记下来啊 这种内心我爱死 那就知识蛋糕和草莓奶昔 你俩看看 我俩 来个这个吧 嗯 那我给来分这个吧 我烧这个 他家上得很快的 应该很快就来了 谢谢 你今天换了清水了 感觉不太一样 对啊 因为我觉得 会遇到我想见的人 所以朋友不一样的 啊 啊 女生也很厉害 会记得男生的香水的味道 哎 来了 收一下 学习完了就是 学完了 这是学完了吗 这是 你坐下来五分钟学完了 好好看啊 你好你们的甜品气了 请慢用 拍个照 我猜你想拍照 要不我们四个一起拍吧 我刚刚已经也猜到了 你是不是也猜到他 你提前做功课了 你看一下啊 哎你俩离得好远啊 近点近点 哇呀这个兄弟 助攻 来 助攻啊 好 到时候你发给我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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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巧不成书 五巧不成书 巧在 书在 一切的一切是因为男生做了功课对不对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们碰巧在图书馆遇见 碰巧一起自习 碰巧喜欢吃一样的东西 碰巧你的香水也是我喜欢的 但是都是这个男生做过背书的 对 就是从一开始他就是收买了他的室友 然后了解了他的行动动线 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 通过社交平台了解到他的口味喜好 细思极恐 五巧不成书 做了背书 但是他为了想要得到这个女生的喜欢 去做这样的功课 你们会觉得不好吗 甘宝欣你觉得好不好 还挺好啊 好在哪 就是 还 你觉得那个 是你啦 我觉得就是 但是也不太好吧 我觉得 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发现你做决定有点难 你就是这个也可以都可以 两个都要 很害怕做选择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也会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短片就是稍微夸张化了一点 是 其实日常生活中就还比较正常吧 就如果你稍微对一个人多关心一点的话 你都会知道他喜欢什么或者是不喜欢什么 比如说我就知道萧萧喜欢喝冰的东西 对 只要接触的久一点的话就会知道用心了都知道 对 对 对 比如说别人喜欢白的 那我今天如果出去我对他有意思 我肯定就穿白的 就这种就还挺正常的 对 其实女生我觉得她也知道 这不是那么多的那种巧合 就女生也不会那么低智商 对不对 男生做完那些功课 她也知道这是男生用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对 就是你一点单 然后立马说出来 这些都看得出来 对 对 终于开始复习 一看你心思就没在学习上面 她眼睛都不看手 你嗓子不舒服呗 没事 没事 ذ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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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这 挺 很小 是这个 我真不编 是一颗体伤行脑 冲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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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人其实挺有目强大事 那边的坡东西没有 所以这边就一颗提示请导的他 歇会 聊会儿天吧 看学校论坛有什么新八卦 不是学校论坛有什么好玩的 不动物乱七八糟人玩 赶紧谢宰吧 不想就来起 前段时间还有人黑神气 不杀 不过好在后面出现了一个黑骑士 但是他在上问题 诶 这我可就有话可说了 你们是不知道啊 这黑骑士他可是 没事我也是听说的 是你吗 你怎么知道那个ID是谁 我当时就很生气嘛 但是要不是他拿你前男友的事情造谣 我也不会这么做 你还挺厉害的吗 我还挺厉害的 对了 你们这梦子干嘛了 还能干嘛 在寝室待了一天呗 那你呢 你们这梦子干嘛去了 没干嘛 带寝室呗 那你是夜跑的吗 我看你运动部署是一万家 我怎么觉得你在监视我的生活 你发现了 没有啊 我就每天看一下那个部署 然后社交点赞 看到了你 好恐怖 尴尬的挠头 尴尬的挠头那个姑娘 那今天你们继续聊吧 我家还有些事 你们先回去了 你别啊 你才来了 你问这干啥呀 要不然我陪你吧 别 我去胡椒厂刚好买点东西 爸 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在胡椒厂 我从来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连顾沙都不知道 我看到了你的那个朋友圈嘛 你不是说你家父亲商场开张了 我就记了那个定位 高远 你的用心和关注我都能感受到 也都明白 但是你这么做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总觉得你在坚持我的生活 男生其实就触碰了女生的就是 过度生活 我在市场媒体分享我口味的喜好之前 其实你不了解OK 对 我室友告诉你说我今天去哪儿的也OK 但是你通过这么事无巨细地把我推理出来说 对 有个商场开业 这个商场在哪个范围 在看那个范围里面 这是你家 对 会有点恐怖 夜跑什么 对 自己有点恐怖 这个其实就属于那个女生的雷区了 问一下 甘王欣你有什么雷区吗 女孩子 我觉得要孝顺 要孝顺 孝顺 就是心灵要美 心要美 内在美 对 就没有雷区 有没有更具体点的雷区 是恋人关系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这个 但是就算你们是恋人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真的无法接受 真的无法接受 对 嗯 我们说说的边界的雷区 不爱干净 那怎么样算不爱干净 不洗澡 五天不洗澡 对 不洗澡我不能喜欢 好 那她洗澡 但是她每天臭烘烘 怎么可能会这样 她就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女人 那我不可能 也不能介绍 但她洗澡 请洗澡每天洗五个澡 那也没必要 我帮你整合一下你今天说的一切 好 就是从上一期到这一期 你说的你喜欢矮矮 肉肉 白白 长头发 然后阳光的 比较在可以比较外向一点的 爱洗澡的 孝顺 孝顺 内在美 然后要会喜欢运动的 运动 不一定 运动不一定 但是你喜欢在操场认识人 不是 操场认识人 操场和公交车站 不是 那只是自己想象的一个 幻想 所以她不一定要喜欢户外运动 都没关系是吧 对 她自己爱的东西 你可能不知道 我和我前男友是怎么分手的 她就是这样 想掌控我的生活 你的前男友不会是一个 30多岁的商务人士 那我一举都 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害怕 所以我不希望你也变成这样的人 孝顺 首先如果 这件事情冒犯到了你 我跟你道歉 但我就是想多去了解你 我并没有任何恶意 但如果你在意这件事情的话 我以后改就好了 我不这么做了 这样可以吗 那就是没得了咯 没得了咯 我相信你 但是今天我家还有事 所以我们改天再约吧 你别让他 别走啊 我看你几支解决了 他追上了 最终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了 因为的确男生后面的 这几个行为就是 有点过了 越过边界了 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女生 就是她很清楚 大胆地勇敢地跟男生说 我不喜欢这个为什么 还说了因为我前男友的事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还有沟通吗 对 而且他们两个并不是什么关系 对 并不是说是情侣关系 然后你就这样子就是监视她的生活 就会觉得特别可怕 她就是真的是对这个女生 从头到尾 全方位 无死角地去了解 我觉得部署这个 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看的 但这一点我还很差 原来真的有人不知道 部署它有的时候 会自然而然地去 作为一个公众信息 就是只要你在我的好友列表里面 我们彼此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全部的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关掉 是可以关掉 对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小小就这么不知道 对 哇 我觉得连男女之间 要去查这种东西 就已经有问题了 可是 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短片里面 其实我们明白这个男生 是喜欢女生的 想了解更多 对 但是当他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就会觉得说 已经触及到了那个女生的边界 包括你们自己也会开始抗拒 就算你们在感情里 已经是男女朋友了 如果一个男生就是时时刻刻 都在观察你的一举动 我会接受 你会很喜欢 就是他可能可以发现 我会 不是就是如果我们是确定的关系 我可以接受就是你看我的所有内容 就是如果像这个男生这样 你是OK的吗 就是如果我们是确定关系的话 你如果要看我的部署什么的话 我觉得 就是他那时候可以翻开你的手机 看你全部东西 你的电脑你什么的 对啊 我OK 因为你没有秘密 对 因为我没有什么秘密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信息共享 这个片子让我感触蛮深刻的 因为现在社交媒体时代 我们都在面对一个全新的东西 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其实保护自己 要有这个意识 就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个那个社交场合的一个度 就这个度是个很细的线 可以在前一点点地方 大家很舒服很温馨 但是刚刚的男生突然之间 你会非常感觉不舒服了 他非常想表达我对你什么都知道 对 特别想把这个东西 把它作为一个 我对你好像很关心很了解 但他不知道的是 女生会有一个安全的系统的 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还是不是太了解 社交场合的一个度 是的 拜情中的了解对方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交流型 另一种是侦探型 就是你在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是会有一股力量 像福尔摩斯一样 对吧 什么东西都能找到蛛丝马迹 侦探型的了解是彻底无效的 因为这些信息本身是干的 永远不会催生出信任 而且一旦对方发现你的侦探行为 那就不是催生信任 而是摧毁信任 而且我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恋爱过程中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其实有很多软件的部分 我们都没有了解透 对 但那个就会被别人当成一个 信息的小点 然后无限地去挖掘你更多的信息 去做一些不法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 所以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的隐私 保护自己的信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但前面还有一段 我们看到了 男生的朋友在讲女生之前 被其他人传的一些闲话和风言风语 其实星仔前段时间 在节目当中的时候 听到大家 特别是一些不好听的点评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呢 我没怎么想 我为什么要去想 那你不会难过吗 我觉得我没必要在意这些东西 你好健康 心态很健康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那时候我身边都是男生朋友比较多 因为我喜欢打篮球 就会常常跟他们黏在一起 就被很多女生说 但都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非常非常传统跟保守 然后当我终于有男朋友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跟他肯定只是以外表在一起 我们里面是没有东西的人 这不就在说 你们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吗 那我愿意 你说到这个突然我想起来 我有被我妈说过一些闲话 她说你什么 就是我的性格可能跟你很像 我也是属于那种 很豪爽的那种 看到朋友什么的 变哥们那种 然后我录节目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然后就像哥们一样 打别人尖什么的 我妈就说我 她说你不要这样 她说从镜头里看 就是这样的感觉不是很好 就是女生不要有和男生 过多的肢体接触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是的 接下来的这个短剧当中 我们会看到另外的一种 特殊的方式去追求 我们看看你们是否 会觉得有心跳的感觉 好不好 好 林芝芝22岁 吉林可爱 性格开朗 是那种遇到喜欢的人 就大胆出击的女孩 人生信条就是 爱我所爱 尽我所能 社团聚会这天 她又会像一直爱慕的学长董云白 展开什么追求方式呢 哈喽 哇一个帅哥进来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张老师非常熟悉这种场景 这不是我每次出现的样子 来 来 去 去 好 搭档了 去了 不动突击了女生 去了 不好意思 下场一下 不好意思啊 学长 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她故意的吧 当然 对啊 学长 我请你喝一杯 没想到别忘心里去 行 那我喝了 你随意我干了 就当是表达我的歉意吧 学长 走唱歌去吧 不唱了 你们玩吧 嗯 你昨天中午 在餐厅怎么没看到你 我中午在宿舍 没去洗澡 那早知道去宿舍找你去呢 过两天我们学校要办那个篮球比赛了 你要参加吗 看有没有时间吧 学长 你喜欢谁的歌 学长 学长 我견 学长 哦 发展手机 点歌嘛 手机点歌 然后要一起唱歌了 他把她支开吗 块钱 这个我会唱 你们先唱 教授刚刚说的对 是把它支开 那个学长喜欢薛之谦的歌 把它给支开和去唱 这种好好哦 还是教授看了透抽 拍拍拍 声音带有气氛 哦 学长 你跟他们去唱歌吗 什么 学长耳背 我说 你不去跟他们唱歌吗 我说 那我们玩游戏 玩什么 玩 对是 谁先笑谁就输了 哇 可以玩吗 一上来的这种游戏 来 坐着 我怕尴尬吗 好尴尬 男生会愿意吗 他会不会觉得影响无聊 对 对 该忘心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不 他说我不 他说我不 他说我不能记性了 来 来 玩什么游戏 石头剪刀布 谁输了就干一瓶这个 还是 对视 你说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 目光对视风险小一点 对 我觉得对视小一点 不太好吧 为什么不太好 为什么不太好 孟晨姐姐不漂亮吗 不是 对 自从说要对视之后 他说话也不该看你 你看一眼 你看一眼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找不来这样看 因为你是海涛哥的 那肖肖或者是Sandy 我太难了 好了 刚刚你是不是任何女生 你都会害羞 也不是吧 那我们是怎么了 对啊 那我们是怎么了 你们长得好看不 我们问你啊 我们长得好看不 不是 这是个肯定剧 这是肯定剧 我跟你说 这是长沙画 就是湖南画 湖南画 就喜欢后面加个罗加个不 对啊 它都是一个问句 但其实是个肯定句 是的 你们长得好看了 你们长得好看不 是肯定不 对 这一部漂亮的 你可以看是吧 女孩子都是很好看的 好的 好棒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呢 看电视 好的 好 我们继续看 来 开始了 3 2 1 好 学长 你睫毛好长 我好像数一数 我的天 我的天 你笑了 你输了 好 我输了 我喝 学长 我能看一下你的手吗 那我手了 你手比我大好多 你不要把手放上去吧 男生还是有差距的 你的手给我 我的手比你大好多 学长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数字是什么吗 我的天 我的天 马上要来了 就是你刚做那个动作 6 真的吗 不是 8 不是 那是这 15 为什么 你把手伸出来 学长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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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得10 10之锦 5得10 10 我的天 厉害 等一下 问一下感冒心 为什么是5呢 为什么是5呢 因为 来 你把手伸出来 刚刚如果有个女生这样对你 你会怎么样 我喜欢的吗 她喜欢你 也对她 并无好感 我不 你不什么 我不 我不要 她只有我不跟我不要 我觉得那个女生会觉得你很可爱 所以如果是你喜欢的女生 你就可以了是吧 那 那 你不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好不好 你就说是5 为什么呢 你就这样给她击个掌 给你5 就可以了 学到了 或者是你就说她出5 你就石头 你看我输了 石头很危险 石头会立马包住你说 我抓在手心 不能给她机会 为什么 回来 学长 我去上面卫生间 我等下回来 怎么让她帮你站着坐 就是告诉她这个位置是我的 我待会就回来 谁也不能坐过来 走了 学长干什么去 愤然离席 去找这个女生了吗 碧咚 喂 学长你去哪 学校有点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她不想搭一下去了 她好多游戏没玩呢 她不想跟你玩 她不想跟你玩 那你注意安全 好 你也是 男生对她不感冒 来日方长 不是吧 这个女生也不太清醒 还是先预测一下走向 觉得这个女生能否得手 我觉得不会 对 为什么呢 这么绝对吗 对 这个男孩子好像对她没有感觉 她要是有感觉的话 她应该不会走吧 我觉得 对 我认同你说的 但是 也敌不住女生的穷追猛打吧 但是这种穷追猛打 有点可怕 打得有点猛 打得有点猛 确实有点猛 但是我觉得那个女孩有一点很聪明 她要把另外一个学长支开 对 她点了一手 喜欢的学业之间 去吧 去吧 这个太好了 这种无形之中 没有很僵硬地打断别人 又没有让别人觉得你很不礼貌 我觉得很好 谢谢 问一下刚望欣同学 如果在KTV里面遇到你心仪的女生 你会怎么来接近她 没有吧 我没有过这种经历 我不太懂 来坐我们中间 不 模拟一下 我就说 刚望欣迈出她勇敢的一步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还要坐下来了 勇敢一点 勇敢一点 就当演戏 刚望欣再也不想来了 写满了拘谨 你们都平时喜欢听谁的歌 是吧 破防歌曲 一秒破 就是这一首 最近那个选秀节目贼红的这一首 你认识唱这首歌的人吗 我认识 真的吗 真的 有办法让我们跟她认识吗 可以 要是你们感兴趣的话 明天晚上一起吃个饭 怎么会 所以我跟她都要一起去 好吧 就是大家认识一下吧 所以她也要去 是吗 为什么我不能去 你是谁我都不认识你在那边 你是谁我都不认识 你是谁我都不认识 快 你要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搭讪 对 你要搭讪谁 方向不明确 方向不明确 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明天晚上几点 明天晚上你几点有空 原来不是我 你明天晚上几点有空 我为了见你的朋友 我随时都有空 那你呢 我可能只有八点钟有空 那这样好了 我觉得她一定很忙 我们去吧 原来你不要我去 好 我走 我走 那 我们明天要不不去上课 不不去吃 不去吃饭了吧 不去吃饭 就我叫她过来 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 唱歌 唱歌 可以吗 对 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 演到这儿尽力了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开头只是简单地认识一下 结果到后面 开始升级题的难度了 Cindy姐 她已经在流汗 知道吗 她很久没有坐在 两个美女中间 我们继续吧 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看 她的下一集 自社团聚会之后 林芝芝被董云白深深吸引 一直以惊喜的方式 出现在董云白周围 成功引起她的注意 在三个月的长期追逐战里 董云白周围 她的第一次约会邀请 这个女生可以哦 厉害的 童童 榴莲 鲜鱼 现在念菜单吗 不行不行 在背单子吗 应该不是吧 土豆榴莲扇鱼这几个 怎么出现在菜单上 还同时出现 她是提前查她不喜欢的东西啊 会不会啊 喂 你在哪呢 我还能干嘛 我得等董云白呗 我只约她三个月 那我约她吃顿饭 我总不能迟到吧 芝芝 芝芝 你这三个月 花在学长身上的心思 已经够多了 还需要这样做吗 哪儿多了啊 我还觉得不够呢 她都没有彻底回应我呢 哪儿够了 我还得再坚持坚持 可是她 希望你把心思都花在学习上 感觉是一个拒绝晚餐 放心吧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你看我追她这么长时间 我俩这进展 层层地涨了 别担心了 自己骗自己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她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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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觉得 不够 真的不清醒 你又抖我了 没有 好尴尬 很尴尬 居然把手伸出来 这到底是在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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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枚硬币 我让你今天给我笑一个呗 这又是哪一出 给我笑一个 还好的 我不光要买你今天的 我还要买你明天的 后天的 大后天的 大大后天的 买你所有的笑容 你是不是变完什么有气地 果然还是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以为你三天没来找我 是因为潜力继穷了 没想到 学长 你居然发现我有三天没来找你了 看来我这三个月没白缠着你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只要对我有一点点意思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这小朋友能不能听人把话讲完 哦 小朋友 我听人的讲 嗯 您好 可以 学长我们先吃饭吧 这可能是我特意为你点的 你们觉得男主喜欢林芝芝吗 刚才的反应 好像是有一点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 我觉得完全没有 没有吧 我也觉得没有 但是小朋友这三个字让我感觉有一点点 对因为有一些情人会这样 小朋友会这样说 没有 没有吗 小朋友我反而会觉得是 把这个界限划开 但是我有一些粉丝很爱我的都说 小朋友 这是粉丝啊 这不是爱的称呼吗 我跟潇都觉得没有 还有谁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教授觉得 哦 你们三人觉得有是不是 好像没有吧 还有 哎 你刚才那么斩定解体的说有 对啊 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有话没讲完 搞不好好像要表白的呀 搞不好他会说 其实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表白吧 他都念念的说 你三天没有来找我了 他可能亲近了三天 对啊他突然觉得很无聊 世界没有这个女生在他旁边这样围绕着他 明天给他 有道理啊 那你觉得有还是没有 我想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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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三比三 我说服你了 yes 女生追男生的时间会不会久一点 男生追女生的时间会不会短一点点 可能男生更长吧 男生更长 对 男生好像比较多是暗恋 他们会真的去追 至少我的经验都不到几个月 就会放弃 是吗 问一下干旺欣 真的 真的 不到几个月 两年 你暗恋两年还是追两年 不太一样 追 真的啊 那然后呢 然后被拒绝了 你是怎么样去追他 学生时候能怎么追啊 不就是那种 等他一起放学 再操场 他就是 很小心翼翼的那种 就明目着难的追 对 我是明目着难的 看不出你这么勇敢 对啊 那你最后表白的时候 你是怎么表白的 啊 忘记了 第一次听到你朋友之外的故事 对 我刚才想说是你朋友的故事 还是你自己的故事 但就是 都算做各自彼此 有很好的回忆 对 对 刚才我们这边是一半一半 三个觉得有可能 三个觉得没可能 那到底有可能还是没可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好期待看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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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的 试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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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汤特别好喝 怎么样 嗯 还可以 是吧 我不是说我准备的准备错 这是什么汤啊 他自己怎么不吃啊 新鲜扇鱼羹 什么 他不吃扇鱼羹 他不吃扇鱼羹 来 这是麻辣兔头 麻辣兔头 这个特别好吃 炭烤脑花 很重口味 没希望 没希望 你们是到了成都吧 这是 这应该是在成都 最后一道 榴莲包鸡 榴莲包鸡 来 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道菜 榴莲包鸡 学长 我快尝尝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 他只不过拿榴莲包鸡 一个鸡而已 他干什么了 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因为可能他点的都是一些 那种动物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想着你平时怕蠕动动物 小兔子好像也不太能接受 榴莲也不爱吃 我就想着反其道而行之嘛 永美是克服你的恐惧 他知道这些他不能吃 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没想到是用这个招数 专门给他准备了恐惧套餐 不要吧 这不是一个好的约会方式 他自己也放弃了嘛 放手一摸 他觉得他也没有希望了 我知道了你三个月 你不识好歹 让你尝一尝我的厉害 就算你拒绝我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 之前我不是不吃橙醋吗 就是景龙他们总在旁边吃 我说我闻不了这个味道 然后有一次他硬是拿了一个饺子 然后放了橙醋的给我吃 我吃了之后 我从此以后每天要吃橙醋 真的吗 对 点心地克服掉了那个恐惧 真香 是因为饺子好吃 橙醋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 他不喜欢但不是恐惧 对 就比如说别人拿一个橙醋在你面前 你不至于 吓一跳 但是那个女生解释了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然后这个男生搞不好 会有一点点的行动 没有吧 没有吧 你不是在我这里变吗 不 不是 我们不是一个团队 就是 你们变了吗 我放水了 你不想吃你可以 没必要吃 感觉有一点点 没有道理 我说你 我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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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吧 我反水了 我反水了 我还得 我抛开自我感受 我问一下教授 如果您分析一下这个行为 就是反其而行之吗 我现在看下了说真实想法 好 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是爱上爱上的感觉 她完全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没有 她不是特别在乎对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感受 而且你看最后用这个方式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 而且你其实是知道 你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感觉她确实是一种很投入的状态 但是这是一种完全自己的在 有点反感的投入 对 我懂 好的 现在是5比1了 这我一个人的坚持 不该坚持的 加油 加油 马上可以看到结果了 这次是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真的太过分了 直接走了 好 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 我来了 其实你对我的心思我都明白 那当然 我承认 这三个月因为你的存在而不一样 有时候你的眼小心思还是很可爱的 当然今天你真的很过分 啊 学着她呀 哎呀 最后这一下吗 对不起 你知道我不是有女 她是这样到逼出男孩子的真实想法上 噢 噢 啥意思啊 就拒绝她了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对她 是有一点点的关心 哎哟 哎哟 你看 她还是有点关心 我也只是想让你更喜欢我一点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看来 是我异象天开了 音乐变了 音乐不对了 我有心吗 你有心了 我相信道歉 哦 来了来了 有了 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踩机械 这样让我也很有压力 哦 摸头伤 我明白你的心意 哈哈哈 真的吗 你真的要那么明白吗 你 学长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 我明白你的心意 我的董音摆手册 嗯 反其道而行 这这招不好用 嗯 我再制定一个计划 下次就来个 投其所好 怎么给她亲上去了 这个笑容就不对劲了 学长 这个笑容不好啊 是我命令啊 什么 师傅 许叔 记号码 二维码 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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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票当礼物 彩票当礼物 你们每个人的脸都很可疑 但是我很开心 如果彩票 彩票当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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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中奖的话 就说明 我知道 就说明 你一遇见我就已经花光你所有的好运气了 Solo 可以可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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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 好厉害哦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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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都是这样拍的就是要让你觉得好像应该这样但是就会不是这样 因为刚刚其实教授提到一点就是女生那个行为虽然把男生给惹急了反而逼他说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 是的 这一点我觉得挺冒险的吧 挺冒险的吧 挺冒险的 挺冒险的 因为有些男生如果真的不喜欢你 就弄小成拙了 就他刚刚说的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如果有个女孩这样追求你 你会接受吗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我对他有好感的话 我会觉得他做的一些行为会很可爱 但是假如对他没有好感的话我会反感 那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大概能够知道我对他是否有好感 对假如一开始我就没有什么好感的话我们不会联系 那如果你会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会像这个女生一样去追求那个人吗 我没有他那么多技能 技能 技能 不够足以支撑三个月 是的 其实这个女生的全部的东西我觉得都不会是我的方式 但不过我倒是挺喜欢恶作剧别人的 对这可能是你的方式 就是如果我喜欢你的话我就会恶作剧 就是偶尔调味剂那样的去调侃一下 就整他 嗯 调侃他 其实男生并没有用什么心 他其实就是有点享受这种被他一直这样追的感觉 我会觉得女生来说他给付出的就是太多 自己太陷在这个里面了 是我特别同意萧萧的刚刚的一个判断一个分析 这个学长其实是蛮疏离的 就最后是一个反转 但是我们以前有句话叫女追男隔成杀 就是说有的时候她是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这其实是蛮危险的 因为她不是对你感兴趣 而是说你对她的付出 三个月 对 各种各样的心思 那这是有感动大于她对你的情感 对 那我们再往后走的话 这个感动是无法代替情感的 到最后这个男生还是要自己爱上这个女生 对 而不是这女生拼命在做这些事情 让她爱她 对 真正你说去激发男生去主动安慰她的 还是最后她自己的那段真情的告白 对 所以说技能也是辅助 其实还是要用真心去换取她的真心 对 没有错 那刚刚说完这么多之后 短片当中的高能环节 不如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用我们的康师傅茉莉蜜茶开启 铺通清香时刻 看看我们的嘉宾在接下来这个场景当中 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演绎 最喜欢这个环节的 我们先用这个茉莉蜜茶来转一转 没问题 这次谁来演 3 2 1 选一下 我想一下 让我选一下 这位穿着黄色的美丽蛋黄的场景 天菜 黄色的头发 我是这些的女主角 是的 好 那帮你配的男主角就是 甘莫星 教授 那肯定 那肯定 是你了 你这边是真的好多 小红 小黄 小红跟小黄差不多 很好的 我们这个组合就是西红柿炒蛋 西红柿炒蛋 真的是 主题是这样子的 在音乐节邂逅自己的理想心 怎样解决恋爱难题拉近彼此的距离 用我们的康师傅茉莉蜜茶开启普通清香时刻 小姐姐 你有东西掉了 这不是我的东西拿错了吧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请你喝饮料的机会 因为天气有点热 我手里的康师傅茉莉清茶 清香淡雅 花的清香 邂逅茶的回甘 可以给你带来轻松和舒缓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跟你一起看演出 谢谢你的茉莉清茶 但是我已经有约会了 我拿走了 那边的帅哥 上面写了沈梦辰的联系方式 所以刚刚的结局是本来是要成功还是不成功 我跟他说我还有别的约会 然后走了之后 我又回头把那个茉莉清茶给他 其实里面有一张我的电话号码和微信 哎哟 好 那刚刚我们从音乐节现场 回到我们演播厅的现场 接下来又要到了成衣白和童话 他们之间又会根据这一次的话题 有哪些的发展 我们一起来看看联系剧的环节 特地从北京飞到上海 成衣白如愿和童话约饭成功 第一次见面相聊甚欢 拍照互动引发粉丝遐想 而成衣白也为注册女号 接近童话仪式诚恳道歉 博得原谅后 邀请童话来北京 童话是否会答应呢 成衣白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举动呢 怎么这么突然要出门啊 真的要去吗 现在出差都穿哥们鞋了 临时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北京小哥哥约你去的吧 是啊 怎么了 你俩不会真谈恋爱了吧 没有 真的是去参加一个活动 而且听说有几个知名旅游资源的朋友在 这样开拓资源的机会 我当然要去啦 不对劲啊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你最近工作可是有点懈怠啊 我最近太忙了 昨天拍摄的视频初简都没完成吧 一直在发信心 你这发信心秒活的速度 忙着谈恋爱 也不是你一贯作风呀 你再看看你自己 我看你参加博主线下活动 都没这么隆重过 你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小宝贝 你妈妈最近有问题 她都不挨你了 不挨你了 我这几天不在的时候 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小宝贝贝 过两天就回来 哎呦 你妈妈都不要你了 你妈妈最近有什么事情 都不要你了 你别听她的 好可怜 我的小可怜 亲爱的 我不是反对你谈恋爱 她那人我觉得还算实诚 但是在她还没有跟你明确表白之前 你可千万不要用心太深 听到没 你就放心吧 否则吃亏的就是你自己 我和她真的是普通朋友 我自有分寸 童话就有一种明显的 陷入爱情的那个感觉了 最起码已经进入到好感 并且身边的朋友 明显感觉到有变化了 对 你很不正常 时时刻刻在玩手机 秒回信息 手机不离手 那我好像平时也是这样 你的手机不离手是横着 她的手机不离手是树着发微信 通常是这样的 谈恋爱就会在朋友圈消失的 要约约不到了 因为她就一直想要跟另外一个人 对吧 或者是看她的朋友圈 会跟以前不一样 比如说 晚上的时候会说晚安 或者早安的时候说早安 或者是听到某一首很浪漫的歌曲 会转发那首歌 然后发一个小星星 就是这种什么五角星 说是分享的朋友圈 其实是想给那个人看到 对 只有你我都懂 都懂 看别人朋友圈不正常 就知道最近有情况 我就是这样子的 我可厉害了我跟你说 好 富尔摩斯一样观察到这个人风格有改变 我一看 她以前都是发一些这种美食 或者是转发一些看到的一些文章什么的 突然一下就开始发自己的自拍照 有鬼了 说一些有的没的话 这个语言跟这个图文不符 我就会截个图发给她 怎么样 最近是有情况吗 兄弟 然后她说 哈 你有情况的时候 是刚刚我说的那样吗 有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有爱情的这种情况 我有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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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样 她就是她看手机她会傻笑 很明显的会看手机傻笑是 对 很奇怪 反正我说不上来 就是她会假装没有 然后她的行为又很那种 很怪异 就是嘴上不承认 但是身体行为很诚实 对 你对你的朋友分析的好透彻 对 因为认识了很多年了 是 从高中一起练体育的时候 也是00年的吧 99年的 99年的 这次可能真有个朋友 就是有一个朋友 好 对 但是很明显 就是陷入到一段感情当中的人 就会刚刚看到的童话那个样子 身边的人都察觉到了 是的 只有她自己现在咬死不承认 对 去到北京的她会有怎样的变化 这么快到了 是自助餐 这样她就会见到跟她打赌的女生吧 这次我真的很高兴 你能够来参加我的聚会 不是吧 这个 这是这个 谢谢 这希望以后还是有时间 我就来看看 诶 陈大摄影师 诶 小悠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的一个小粉丝 小悠 童话姐 你好 你的视频我超喜欢的 陈一伟还是通过我才发现 你这个宝藏博主的 好家伙 是吗 谢谢啊 不用 陈大摄影师 你这个 这次给她打赌那个 对 下约就是我生日了 要不你帮我一起办了吧 想跟你办生日会的人 都排到法国去了吧 而且啊 我这生日 说不定有人陪我过了 我开玩笑的 看来什么事情还得靠自己 那我先去那边了 你们俩好好玩啊 拜拜 拜拜 你的朋友挺可爱的嘛 吃醋了吃醋了 我跟她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吃醋 走 给你介绍个人 黄主编 一百 您新开的专题我看过了 这种全是干货的内容可不好做 引你现在的内容随便整理一下 就是一部精彩的纪录片了 想到一块去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一起搞啊 可以啊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之前给你提过的旅行博主 童话 您的内容和他的风格还挺相似的 您是图文 他是视频 是不是很强的 黄主编你好 童老师 早就听一百提起过你了 你不仅人漂亮 视频做得也好啊 您给我讲了 还在学习的阶段 一百可难请喽 上周我让他出一期视频的配图 好家伙没时间 合着忙着谈恋爱呢 不是您误会了 您认识我这么久了 我什么时候因为谈恋爱当工作啊 但上次我是真的太忙了 直接接过的话靠 一百呢也给我看过你的视频 直接接过了 如果咱们有机会能合作 我打算选题和风格都以你们两个为主 如果能出一期情侣为选题的专题 那更好了 好啊 那一言为定了 这个女孩子好像不太 一百 好久不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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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玩得开心吗 挺好的 一百姐 你可算啊 我可想死你了 她说没有女性朋友也好多 今天怎么想起来传局了 以前喊你出来 都没见你这么积极主动过 这不是大家挺久没聚了吗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童话 一百姐你好 我说呢 原来谈恋爱了 你好 叫我一百就行 她天天姐姐姐的喊我 都把我喊老了 哪有 您在我心里 可一直都是二十岁呢 就你会说话 一百姐 之前发现的账号你看吧 你身边那么多品牌资源 照顾一下我们呗 以前我给你 你都不屑于要 现在谈恋爱了 要做夫妻店了 哪有 那之前不是没想法吗 谢谢你给她 相当于给我了 账号内容 我大概翻了一遍 的确不错 个人风格很好 对品牌的诠释也很到位 我这是有几个品牌 想找优质的博主 如果你感兴趣 我们可以谈谈 可以啊 谢谢您的认可 一百 一百姐 您先朋友们家头看聊着 我去去就来 我们家头 一百姐 平时我们请一百 都请不动她 可清高了 一再被摸 没有那么开心 今天为了你整这么个局 还把半数的资源都介绍给你 看来她对你很伤心 您误会了 我们俩是普通朋友 对 普通朋友 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一万姐 好了 我去打个招呼 我们下次再聊 好 一万姐 方姐不见了 方姐不见 脸色不对了 对 因为她 对这个男生一直把她当成 像自己的女朋友这样子 你不会真的对童话姐姐 动心了吧 对啊 不行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 见你这么快地陷入爱情 陷入的感觉 还挺美妙的 那你还不赶紧去追 赶紧去表白啊 你个懒在那儿的了 沈腾老师那句 陷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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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陷进去了 我们也陷进去了 脸色不对 我觉得她可能喜欢她吧 没想到她陷进去了 对 她其实脸上有点那种忧虑 说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了吧 就这种感觉 大家还是看到前面片子里面 因为乘以白那个行为 感觉明显让童话不开心了 嗯 特别是她其实已经 以一个情侣的名义 对外感觉宣称了很久了 对 我觉得是她跟那个主编说 什么情侣专题 什么时候开始 她会一次比一次会过分 还有什么品牌介绍给你 什么我们家 什么多照顾一下啊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童话她的性格 可能不是说我需要被你照顾 这样子的性格 嗯 独立的一个女强人 嗯 所以越是这样子 可能让她会越就是有一点 内心会有点不舒服 对 童话 其实最大的不开心的点 还是说她单方面 就是感觉一白已经对外宣称了 她俩是恋爱关系了 对 感觉是这个样子 那各位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那种 比如说类似被人误解 你也没法解释 或者是来不及解释清楚的尴尬时刻 有一次我跟我妈去逛街 然后呢 我就进去试衣服 外面有一个小姐姐 就跟我妈在聊天 我就听到了 她说 哎 阿姨 我问你一下 那个女生是沈梦辰吗 然后我妈说 哦 她不是 然后她说 哦 对 她说我看也不太像 但长得还蛮像的 我见过沈梦辰本人 比她黑 还没她高 不好看 就这种 我又没有办法解释 然后我妈也不知道怎么说 你知道吗 对 因为其实两个都是我 就很好笑 就挺尴尬的 对 明白 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看 看看一百 对于陷入尴尬的童话 究竟会做出怎样的一个解释 怎么啦 累了吗 没事 你为什么不和别人解释我们的关系 嗨 我就算跟他们解释 他们也不会信的嘛 那现在就是搞什么 为了拿到关系资源 假扮情侣 如果你提前跟我说的话 我可以扮演角色配合你 但现在我很被动 其实 就算真做情侣 我也不介意的嘛 什么你也不介意的嘛 我介意 你也不介意啊 我介意 这种话你怎么能轻易说出来 对啊 你怎么能轻易说出来 我 你先别生气嘛 要不我现在下去给他们解释 不用 我没生气 我只是被这样的行事安排 有点不适应 而且用这样的方式得到合作关系 也不是我的风格 真心谢谢你的安排 刚才那样的合作 找机会推了吧 我怕告诉你 你可能就不来了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合作的事我会退掉的 真心感谢你的用心 只要弄得我还挺有亏据 那没必要 想什么呢 而且 我不跟他们解释 确实是因为我有些小私心 你应该知道 我是喜欢你的 哦 这 我们都冷静冷静 毕竟我们才认识半个月 我现在很冷静啊 才半个月 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对你很用心 你对我 真的没有感觉吗 我对你是欣赏 但感情这种事 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吧 我很认真的 那我先准时问你 童话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的天啊 不要吧 就这样啊 这么快啊 你这个不是对的时间吧 这个微笑是什么情况 尴尬又不是礼貌的微笑 好 好 那你们早点回去啊 拜拜 什么情况 不会吧 那我也先回去了 这么晚了 我送你回酒店吧 不用了 离得很近 我已经叫车了 在一起了就要 你要干嘛 反正取消 取消 我把行程单发到我手机上了 你到酒店告诉我 这个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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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好 对 只是要确定它安全到达 可以 可以的 那 对 我都忘记按 那 你记得明天 明天干嘛 就这样 你们觉得一白表白了这个过程OK吗 timing不对 对不起 我冲动了 实际不对 实际不对 我觉得在当下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这么多人在楼下 然后是一个活动场合 然后这女生觉得被设计什么什么的 男生没有很光明震荡去说这件事情 突然间她说那我跟你表白 我觉得 好奇怪 我刚刚觉得好奇怪 但我觉得差到好处 就是没有很刻意 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我就了表心意了 站在表白的角度 她刚刚那个行为有一点点轻率 就真的是话赶话到那了 我没办法 我说了一个 我有一个小私心 其实我想希望你做我女朋友 让我觉得她把这件事情 看得那么重要 我觉得女孩子应该会有点惊吓吧 对 反而不是会觉得很惊喜 对 我为什么觉得OK 教授你觉得呢 唯一我个人觉得 这个男生可能做的不是很妥当的 是把工作和情感就纠缠在一起了 一会儿切换到工作上 然后突然之间又切换到情感里面 然后再切换过去 太复杂了 没错 你在那么公共的场合里面 用这种男朋友的女朋友的方式 介绍之前 你要确认你跟这个女方 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女方会怎么感受 我觉得这个操作就比较粗暴 对 好的 我们先分析一下现在当下 你觉得刚刚男生问他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这件事情 他到底是说好还是不好 你觉得 我觉得 都有可能 都好 很艰难 我觉得 答应 做了一个选择 棒 我觉得他可能会说再看吧 然后就走了 我选择当场没有答应 我也同意你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预想呢 留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最后再回到 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在讨论的 就是越过边界这件事情 乘以百 打着情侣的这样的一个借口 介绍工作资源 你们会介意吗 非常介意 怪 我不介意 有活就行 不挑 活不怕多 就怕少 好吧 有活咱不挑 主要是懒活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 最后的课堂总结的小测试 好 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场景 你朋友聚会的时候 把你正好喊过去了 那天呢 你就在家里 就直接过去了 也素颜没有收拾 但是他很热情地说 不行 我们来一起合个影 怎么办 劈一下不就好了吗 拍个美颜 怎么样 我们这边女孩子 对素颜都非常地有自信 但是我不可以 那你会怎么样 我会跟他说 因为我今天确实没有化妆 我不想因为我的素颜 影响到你的美丽 这个回答可以 我要学一下 但是如果你都这么说了 他说没关系 还是想要跟我合影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 那就开眉眼 因为我确实太素了 其实我们今天聊的 刚刚的这个小小话题 本来是想说 大家会注意一下边界 但其实会发现 我们就和朋友相处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刻意地 把某个边界 会画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每个人会抱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要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大家彼此 顾及到的时候 反而会把这个边界 给消除掉磨合掉 会相处得更加自在 更加地舒服 那本期呢 我们这个节目到这里 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是的 花清香 茶腥味 非你莫属 本节目由 康师傅茉莉茶 独家送你播出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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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太过分了 不要去触碰 我知道你冲浪 我好害怕 我不会游泳 怎么办 我们不是约好了八点半 在游乐场里所集合吗 单线联系的时候 咱们八点半天 凭什么 这么早起 学长 这个男生做了一切的一切 海涛都帮我做过 跟着海涛老师的步伐走 你才十八岁吧 这点好牛啊 我只希望她每天很开心 你可以养 我养她 你才不到五分钟 你就已经成为秘密 要被我挖掘了 不说了 我又说了 我碰 我碰 一人 一人你看头水头皮线 后会有期 收嘴 我碰 我碰 你 我碰 你 你 我碰 你 你 我碰